在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我们首先先来关心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报道 那么美国的新闻呢 我们先看一下在今年 因为受到了pandemic的影响 那么大家在生活上工作上 收入上经济上的重创 不能够说我们视而不见 在美国政府方面 当然也要为此因应 那么在今年的三四月份的时候 第一次在美国 却这个是财政部和这个税务局方面 那么发放了1200美金 给每一个合格的民众的补助金 这个是税款 但是呢之后到现在 仍然还没看到下一波 第二波的补助金 或者是失业救济方面的补助方面 方案会是如何 而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 在美国方面相关的议员 是在昨天礼拜天 是close了关于COVID-19的 这个救济法案 这个法案呢 也要为联邦 就是每个礼拜提供 大约3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 失业救济金 但是呢 不会为大多数的美国人 提供另一轮 就是我们在今年三四月份 所收到的1200美元的 直接的支付 在这一个呢 这一个1200美元的直接支付 可能要留到明年一月份新任的 下一届美国总统拜登 参加之后呢 登进入白宫之后呢 他的第一届的国会 大概在那个时候 才会要做调整 在今天就会发布的是 9080亿美元的 这个援助计划 也会附在一项更大的 年终支出法案上 而这个法案 就是要避免 在这个周末 美国政府关门了 没钱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稍后 就会看到相关的 这个法案呢 将会公布出来 只是对于 可能在苦苦等待 另外一波1200美元的 支付的朋友们 现在来讲 还得要再多忍耐一下 最快也要到下个月 也就是明年1月 在拜登进入白宫之后的 国会才能够做决定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据传美国总统川普 现在因为不满 在香港政府 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资格 他将会再要制裁 中国以及香港的官员 根据了解 这一波制裁对象 还可能包括了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栗战书在内 川普在7月 曾经向幕僚表示 不希望进一步升高 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并且暂时地排除了 额外制裁 中国高官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熟悉内勤的人士 则匿名说 在这之前 川普团队就已经拟定了 一份包括韩正在内的 高官名单 韩正除了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他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现在传出 总统川普有可能会再制裁中港的官员 就会包括了在中共方面 对三号人物栗战书在内了 另外呢 美国也有多家的媒体 在昨天则报道了 就是总统当选人拜登 计划要提名加州检察长贝塞拉 来担任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部长 为他越来越多元的内阁名单 再添的是拉丁裔的成员 贝塞拉在过去是代表过洛杉矶 在美国众议院当了12任的议员 他也大力为拉丁裔权益发声 强力捍卫前总统奥巴马的健保计划 在现在美国媒体时宜则说 接近拜登的消息人士 披露了他有意提名 现年62岁的贝塞拉 来出任下一届的卫生部长一职 接着我们则来看一下 关于和COVID-19相关 美国政府的新冠病毒疫苗 和疗法研发计划 最高主管就是施劳威 则在昨天表示 相信疫苗分发之后 可能对人们产生长久的效力 施劳威是美国政府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研发计划 这是神速行动 这是Operation Rapspeed的首席顾问 他指出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一切 但是他认为疫苗的效力 是可能维持多年 长辈也就是年纪大的族群 将其他较脆弱的人士 每隔三到五年 会要去追加一次剂量 另外在美国 COVID-19每日的死亡人数 还在网上飙升 白宫疫情工作小组 最高官员伯克斯等人士 也在昨天对于口罩的重要性 再度提醒民众 请多戴口罩 记得戴口罩 那么美国在我们德州 治疗这个染疫患者的医师 在感恩节的当天 是拥抱年长患者 这一个画面 在网络上疯传了 如今呢 他已经在这个 这个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上班 连续260天 每天睡觉 大概只有两个钟头不到 那么他再度为医护人员请命 就是说医护人员 现在是筋疲力竭了 也希望民众能够在防疫方面 尽量的配合相关单位的要求 好 接着我们也看到呢 最新的染疫的知名人士 这是美国总统川普的 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那么他在昨天确诊感染了COVID-19 不过呢 也在透过社群媒体推特发文 表示他自己感觉良好 正在迅速的康复当中 而在地方线的报道 包括了加州 新增超过3万例 再度创下了新高纪录 但是呢 还是有若干郡 在加州若干郡 是对于防疫措施 是不怎么给脸 也不怎么重视 所以白宫的疫情小组专家 也公开谴责 美国在阻止疫情方面 现在是缺乏了国家方面的领导力 好 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在就是旅速订防业者 Airbnb 他预定10号会在美国上市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irbnb会大幅调高 他首次公开发行 也就是IPO的定价 从原本的每股44美金 调升到50美金 增加到56 也就是44到50美金的 这个原本价钱 现在美股将会调高到 56到60美元 他估计呢 可以这个定价 他这个调高了IPO定价 估值可能达到420亿美金了 对于2020年 朋友们 你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感想回顾呢 总结下来 这个2020年 你是如何给他一个 一个这个据点是如何画的呢 我们就看到呢 在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他在近日公布最新一期的封面 2020年被评为最糟糕的一年 封面上是红色的大叉叉 有一个2020前面一个红色大叉叉在上头 我想这个就是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对于在今年2020年 他们的感想了 朋友您的呢 好这是带给大家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我们接下来 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一块关心 首先看到呢 来自布鲁塞尔的消息 这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分手协定 看起来是相当的不漂亮啊 已经算是撕破脸了 欧盟的外交官透露 首席英国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 在闭门简报会上告诉各成员国 驻布鲁塞尔的特使 欧盟和英国达成新贸易协议的展望 偏向悲观 英国牛津和剑桥等大学享誉全球 是不少国际学生向往的高等学府 但是呢在现在呢 英国脱欧之后 这个高等教育费有可能会因此往上飞涨 所以呢欧盟的留学生要到英国去 看起来在未来将会减少许多许多的 而在现在呢 英国首相强生则表示 已经准备好退出与欧盟贸易协议谈判了 在英国的媒体在今天说 除非欧洲联盟在提出的要求上能够做出让步 否则英国首相强生准备退出脱欧之后 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 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 和英国的首席代表弗洛斯特 就在昨天在布鲁塞尔协商到深夜 两人与各自团队会在今天继续的谈判 那么不过呢 在现在英国媒体则透露 英国首相强生是准备好退出与欧盟贸易协议谈判 那么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呢 在现在法国的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则说 法国是知道与英国达成的任何脱欧贸易协议 法国渔民将不再保有目前在英国海域的渔货配额 但是双方应该要达成协议开放范围大 而且持久的渔业准入 所以呢 在脱欧后的贸易协议当中 法国则是要求英国能够开放广泛的渔业准入 另外呢 在现在也看到 如果没有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 在英国方面 这个除了就是在大学方面 这个是高等的知名学府 我们刚才报道过的包括了是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等这一些学生会要减少之外呢 英国的农业医药首长现在也对于在脱欧之后 如果没有贸易协议做好了准备 那么英国准备和欧洲联盟就脱欧后 双边贸易协议持续谈判 但是呢 对于如果没有协议结果方面呢 现在呢 在英国农业医药首长表示 对着最坏的这个情形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和COVID-19相关 英国在明天要开始施打第一批 由美国菲斯药厂和德国BioNTech生技公司 研发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苗 英国的外交部官员则在今天说 军队是可能加入来协助疫苗 从比利时运到英国 英国《泰晤士报》也引述 未居民的王室助理的报道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夫妇 在接种完了相关的疫苗之后 可能就会对外公布 女王在英国社会是拥有从高的地位的 公开表达支持接种疫苗是可以传达强力的讯息 另外在相关的COVID-19疫苗的发展方面 俄罗斯现在已经批准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 现在已经有8000名的志愿者 现在已经报名参加了 而在印尼已经收到了120万剂 来自中国所致的COVID-19疫苗 在印尼方面政府已经准备要展开大规模的接种 那么在第二波的COVID-19的疫情肆虐 各国各政府各经济体都受到影响 现在欧洲的经济受创 仍然还是要在此对付第二波的疾病的疫情 欧洲央行也要在10号召开 今年最后一次会议 预料在召开时将会在欧元区 推出更多的振兴方案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我们也看到在日本方面 广岛县的养鸡场也验出了H5型的禽流感的病毒 日本的禽流感再扩大到第六个县 现在在广岛县就要扑杀将近13万只的鸡 那么在德国方面也看到 在今天德国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 德国的经济在10月份工业生产是优于预期 反映出的是在柏林当局最近所实施的防疫封锁措施前 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的在复苏当中 好最后我们则看到的这是福斯汽车集团 Volkswagen的执行长 他告诉媒体预期自动驾驶汽车将会在2025到2030年之间准备上市销售 指出自驾车所需的电脑晶片的效能提高 加上人工智慧的发展都是加速自驾车开发过程 所以2025到30年之间自驾车应该可以问世了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就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您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让我们在这一同关心的会是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我们中国方面的新闻首先看到中国国务院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今天向美国喊话 他说中美应该开启各层级的对话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谈 既可沟通战略性问题也可以磋商具体问题 王毅还说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是一道努力排除各种干扰阻力 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 同时沿着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方向 争取使得下一阶段的中美关系重启对话 重回正轨重见互信 而在媒体也引述知情人士的话 说美国准备要再制裁十多名参与取消香港民选反对派议员资格决策的香港和中国方面的官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今天则说如果这是属实 中国将会坚决的反对 华春莹则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表示如果相关报道属实 美国已已孤行 中国将采取坚决反制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 另外全球知名的富时罗素指数 在日前宣布将从相关指数当中 要删除八家中国企业股票 这些公司名列美国军方编制的中共军工企业黑名单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是在11月12号发布了行政命令 明确禁止美国境内企业与个人投资 华府认为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公司 这项命令会在明年的1月11号生效 而美国的制裁效应 富时罗素指数 要剔除八家中国公司在里面的股票了 接着我们也看到 在中国的海关总署 今天公布了以美元来计价 中国11月出口是比去年成长达21.1% 创下了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记录 11月的进口则年增4.5% 也是连续第三个月成长 那么看出来就是中国11月的出口成长 对美国的贸易方面还是持续的在增温当中 而在北京方面呢 也一例要把这个月召开 要在这个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而在今年不仅会聚焦当下的热点 就是经济问题 也会致力推动长远的历史性变革 而其中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政策 调整优化 国企改革等是最值得期待的 在现在呢 对于就是在今年呢 中国的媒体则表示呢 在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有上述的这四大看点 包括了帮助企业纾困政策如何退出 以及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如何加码 还有财政货币政策如何配合 以及最后就是重点领域的改革 将有哪些突破 接着在COVID-19的疫情方面 看到中国市政府在今天举行了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宣布在8号起 全市都是低风险地区 但是冬季春季的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此外呢 在目前上海有125家核酸检测机构 每天可以检测64.1万份 所以上海现在已经宣布了 明天起全市就转为低风险了 虽然上海看起来减轻了 现在有点放松 比较可以松口气 可是在四川成都却爆出了本土疫情 四川省成都市在现在通报新增 COVID-19确诊病例一例 这是当地一名69岁妇人 官方现在缤纷21路在追溯她的传播源头 并且封闭管理关联的社区 医院还有市场 接着我们也看到中国重庆市在近期 接连地发生两起严重的煤矿事故 造成39人死亡 中国有关当局已经在昨天为此召开 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的视讯会议 要求严格执行停产 关闭还有整顿矿警等管控措施 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我们在接下来焦点要转到台湾方面 现场则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为朋友们做播报 我们有快收听来自台湾方面的重要消息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有国人反映学术研究机构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 以联合国新规定为由 拒绝我国人报名该中心所主办的 线上系统生物学研讨会 外交部表示 包括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 在中国的施压之下 长期不当阻止我国人参与联合国体系的相关活动 更将无理打压作为延伸到学术活动 令人深感遗憾跟不满 外交部发言欧江安说 外交部我们已经指示了相关的住处与ICTP进行交涉 来表达我国严正的立场 我们也呼吁ICTP要秉持学术研究的中立性 切勿让政治来凌驾学术的专业 我们也看到ICTP的所在地意大利的政要 以及学术界的友人也给予台湾的声援 他们已经向ICTP表达关切 欲请要秉除歧视 必须要秉共的对待台湾的人民 同时外交部强调 未来不仅会持续向联合国体系抗议 并且要求改正之外 也将持续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 共同敦促联合国改正其不当作为 财政部在今天公布了 11月出口319.9亿美元 创下历年单月次高 年增是12% 连续5个月正成长 财政部评估 就10月11月出口的金额来看 可说是提前报加因 已经可以预估 第四季出口将会是史上最旺 全年总出口将创下历史新高 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全年的预测 因为今年前11个月累计的总出口 我们去把107年的历史最高点 来做比较的话 只差了217亿美元 所以今年笃定会创下历史新高 总出口会创新高 同时蔡美娜也提到 主级总出在日前公布经济预测的时候 大幅上售了第四季的出口到7.8% 规模是937亿美元 现在扣掉前两个月 12月只要295.2亿美元就达成 目前预估12月出口可以超过300亿美元 年增率介于7%到9%之间 有机会超过主级总出的预测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在上个月决议对中天新闻台不予续照 而中天为此向法院申请假处犯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今天裁定驳回 何一婷表示 中天并为市民在本案诉讼 具胜诉的高度盖染性 且不予续照的预言处分 并未对中天造成重大损害 或者是急迫危险 严可透过中天纵后台等频道 持续的盈利 以利益衡量原则 本案尚无定战时状态假处分的必要 确然仍可抗告 北高行庭长陈一一表示 因为本案的申请是定战时状态的处分 它是属于保全的程序 也就是一种提供战时权力保护的制度 具有时间上的急迫性 必须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决定 所以依据申请人 以及相对人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没有办法马上就认定原处分是显然违法的 而对此 中天新闻台是对此结果表达愤怒 并且将提起抗告 另外国民党表示高度遗憾 国民党指出 面对广大收视群众的权益受损 NCC竟然无所作为 希望全民记住这个日子 更呼吁民众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共同捍卫新闻以及言论自由 维护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以及多元价值 另外总统府发言人张东涵回答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 总统府尊重司法不评论司法个案 台铁锐方喉童间因为边波坍塌甚至走山 到现在工程人员仍在雨中24小时的接力奋战 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天出席 2021台湾灯会主灯发表会后设访表示 目前仍以13号的上午5点 强通东正线文目标 他并且强调 这起事故让交通部更加确认新建 北宜高铁的必要性跟起迫性 而预计在今年底就会提出综合规划 到时候也将透过严谨的程序来加速进行 他说 按照我们的骑程 今年底 北宜高铁会完成综合规划 包括路线的评估 要绕开翡翠水库的集水区 所以如果能够把高铁延伸到宜兰 我相信对未来东部跟北部的交通动线 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国武的压力 同时在台铁之外 可以有另外沉寂的高速铁路 我想我们的政策方向朝这里来推动 那相关的程序我们也会很严谨的来进行 另外台铁也建议目前从台北往宜花东的旅客 可以在台北搭国道客运到宜兰或者是罗东 再改搭台铁到花东 反之宜花东的旅客到台北 也建议在宜兰或者是罗东改搭国道客运 影响区间旅客的部分 台铁将会全额办理退票 武汉肺炎疫情冲击了客庄观光跟经济 客家委员会别列新台币 1.32亿元的预算 发放了28万份的客庄券 每位民众有800元的额度 可以在客庄地区消费使用 有效期限是从8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为止 而截至到11月30号为止 已经有17万人次使用了客庄券 消费金额为1亿3536万多元 超过了客委会员宣编列的预算 常委立委关注接下来客庄券 经费是否足够 而客委会主委杨长正 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达询时表示 客委会希望28万份的客庄券 通通都被使用 代表民众积极振兴客庄 他并且表示 超出的经费 客委会将以一缓积极的方式来处理 杨长正说 那我们今年把很多的 比如说出国的活动 我们南向的一些住村的活动 很多已经停下来 那这些经费 我们在奖埔族的经费的 同样的科目范围内 我们会以缓就机 来处理这个部分 那可以cover得到这个 我们后面多出来的这些使用的 有抓过吗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预先内部 就每一个业务处 受到疫情影响的一些业务 像我们有一些表演的业务 是 那我们统计了之后 是可以cover过去 同时杨长正指出 客委会原本预估 大约有五到六成的 中签的民众 会使用客庄券消费 但是下半年 国旅报复性出游 潮爆发之后 客庄券使用情况热烈 预料最后一个月 会进入到使用的高峰 杨长正也预估 客庄券经济效益 有10到15亿元 常委立委追问 是否可能延长使用的期限 或者是推出第二波的客庄券 他表示 这个部分由行政院统筹评估 如果行政院再推出 新一波的振兴计划 客委会一定会参与 同时杨长正也表示 相较于客庄券使小商家受贿 较大型的宴客餐厅 还深受疫情的冲击 客委会在12月也举办 2020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的活动 希望能够活络客庄大型餐厅的商机 立法院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外交以及国防、财政、教育及文化等五个委员会 在今天联系审查了开放 含莱季美猪的行政命令 民进党立委提案将农委会的行政命令 以及附带决议保留送到院会处理 国民党立委则是提出决议案 判经济委员会决议行政命令先暂缓 待莱猪公投之后再审议 并且决议不予备查 而担任赵伟的民进党立委 赖魏龙才是 由于立法院长佑西坤在明天将召集朝野协商 未还联席委员会 已经将行政命令保留送院会 建议农委员会的行政命令 也保留送交院会 而国民党立委不满 要求继续讨论附带决议 由于民进党立委具有人数的优势 停止讨论案表决通过 引发了国民党立委痛批 违法表决 多数暴力 要求先程序发言速度发生的推挤 而因为民进党立委具有人数的优势 表决通过将农委会公告 及相关附带决议保留送到院会 赖魏龙也在上午10点15分宣布散会 印尼移工确诊武汉肺炎 进而引爆了医管公司宿舍品质恶劣 以及无法可管的问题 民进党立委吴雨群认为 劳动部应该紧速修法 确认移工引进之后的隔离 其雇佣关系是否成立 并且刻意雇主隔离相关责任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认为 医管公司乱象存在已久 劳动部应该通盘检讨现行的规定 并且即刻启动修法 他连安排了洞部到立院专案报告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